我跟你們講 我們住過三星級 四星級 還有五星級的飯店 可是我相信很少人會住過皇宮 今天我們來羅馬 義大利的羅馬 我們來住這個皇宮 我們來帶大家來一探究竟 走 好 那說到我們這個皇宮 他們十五十六世紀 他們蓋起來了 那差不多十七世紀的時候 他們開始進來這邊住 那現在它變成一個 像是Hotel的感覺 所以我們先帶你們從大門 這樣進來 這是它裡面一個 現在目前一個感覺 你看它天花板都很漂亮 好 那現在我們在他們大門這邊 你來到這邊 它比較不像飯店那樣 有很大的那種Lobby 它是這樣一個很大的門 你看到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裡寫個五十六 就是他們五十六號 就是他們這邊的地方 然後再看旁邊 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介紹他們Hotel的地方 你就大概看 他們這個這整個Building 以前原本是他們的 然後現在他們開始 然後慢慢賣掉一些 然後變成 他們有一Part一Part的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去Lobby裡面吧 好 如果你進來Lobby 你有兩個方法可以上去 一種是這樣搭電 搭這種古老的電梯 另外一種是走這邊的樓梯 你往右邊往裡面走 這邊 這邊會有很長的樓梯 超過三到四層 兩到三層 這邊全部都是用大理石做的樓梯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走樓梯就沒什麼 我們今天就去搭那個古老的電梯吧 來這個這個電梯非常的小 而且非常的古老 你要打開這個柵欄 然後 這兩個 往裡面推 然後先請我們攝影師進去一下 你看這 這地方非常非常的小 你要不要進來 然後順便把那門帶上 OK 然後再這樣關 關這兩個 小柵欄看到吧 然後你在這邊按E 然後他就這樣上去 你看這 你看這電梯多古老 頂多 FIT差不多三到五個人而已 行李箱頂多大概兩到三個而已吧 然後到這邊 你又要把它手動的 開這個門 然後這裡拉一下 可以 你看這裡出來 那我們出來拉 然後從這邊出來 你會往左邊看 你會看到他這裡 就是你們HOTEL的大門 他 前後都有一個 所以你電梯出來 或是樓梯上來的左邊 你看他後面還有 從電梯或是樓梯上來的左邊 往這邊走 就是你們HOTEL的大廳 好 那我們左邊進來 你這邊就是你們的LOBBY 你在這邊 你進來你就會發現這 十五十六世紀蓋的東西 其實就會這樣 一一嗚嗚嗚的 然後這邊會不像你們平常的五六星級的LOBBY 你幫我把那個大門關上 你看 這個門超級的大 先把它關上好了 那這邊他就會有人員把你這樣check in 那你進來以後 你會發現這裡非常重要 你再來這邊 這裡就算是你一個 會客室 你會發現 哇靠 這裡好漂亮 那你會發現這裡有很多他這些古老的照片 那你看到這裡這位老先生就是這裡的王子 王子已經九十 差不多九十幾歲 然後還有Princess 他們就是這裡的公主 然後他們現在還是住在這棟飯店 然後你看這樓上面 所有的裝潢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你會看到有一些公眾人員這樣走來走去啊 那這裡總共三間房間可以租 那我現在到另外一間看一下 那你往這邊走 你會看到他這裡 是一個用餐的地方 這個用餐的地方不是給客人用的 他是給他們這邊的人用的 他這邊所有的那個畫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他跟我講你這邊如果你想要用的話 你可以租 他這邊可以放這個很多個人 然後這個很壯觀 你要的話 吃早餐的地方不是在這裡 用餐不是在這裡 這是給他們的人 如果你要用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 跟他們租一下 就包下這個箱子 就像一個包箱啊 就在那邊包了 然後你可以 可以來用這個房間 那你從Lobby的旁邊再走進來這邊 這邊也算是一個休息的地方 他們你看 他這邊還是有報紙放在桌上 就是他們現在還是他們的那個貴族家庭 還是 還是有在住在這個地方 那你再往旁邊這邊看 這邊都是他們這些照片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們以前的歷史啊 他們在那邊住過的人 然後再繼續往裡面走 這裡算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他所有的布置啊到所有的 他上面他特地跟我強調他上面的天花板 他是請一個非常著名的設計師 重新給他畫過 這是拿破仁 以前拿破仁三代 他小的時候跟他媽媽住過這個Hotel 然後他們以前一個古人 請一個古人 非常著名的設計師 把這個天花板 再重新的在裝潢裡面再畫一次 然後再往裡面走 你看到這有一點 有一點點中國風有一點泰國風 像是一個休息的感覺 然後往裡面走的話 這一間房間 我等開一下 這間房間也算是 一個 國王的休息室 因為國王的 不是 那個王子的 王子的休息室 他的房間就在這扇門後面 所以這扇門先不要進去 因為算是會打擾到別人 因為他還住在這裡 那你到裡面看 這裡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上面所有的天花板 也是重新佈置了一遍 重新畫了一遍 好 這真的很漂亮 那我們現在先去房間那邊看一下 走 好 那我們從Lobby看完以後 我們進來這裡 往左邊進來 你會看到這裡是你吃早餐的地方 像你要來預訂早餐一個人 早上好像是15塊錢 你在這邊可以坐著吃飯 然後這邊 他的所有的那種壁紙 還有這些畫 全部都很漂亮 然後他這邊還有放一些古董的那種 那種小裝飾品 然後人家 我會看到他在那裡 今天開始 他節目關裡 等會 都在裝飾品 我數不停 怎麼會 我們再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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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小廚藏設備 就放衣服的地方 然後衣服的地方裡面有一個safe 有一個保險箱 它上面會附給你這種 非常古老的鑰匙 然後這個safe 它就已經定在牆壁上面了 所以還不錯 很堅固 沒有人搬著走 你要有貴動物品 你可以放這邊 你個人醫院 看你要放不放都可以 我自己是建議不放 如果是太貴的東西 放在自己身上比較好 那你往後面走 這裡是它的廁所 廁所 就比較有一種現代的感覺 你看 他們都很喜歡大理石 你可以進來看 然後 上面很乾淨 所有的很白很白 整天花板 所以廁所呢 真的真的非常乾淨 然後 歐洲有一個特點 它廁所有一個特點 你看 這裡是上廁所的地方 然後這裡還多一個小便筒 這不是給你上廁所 這是給你洗屁屁用的 他們歐洲人習慣 上完廁所 你知道 用這個來洗 洗你自己的屁屁 然後 或者是洗拖把 洗毛布什麼都很方便 對 這就是我們一個 這裡 房間的一個介紹 好啦 那我們現在介紹完這個房間 如果你來羅馬的話 你有興趣來住這個皇宮 我會把他的地址 放在下面 你可以來住住看 那你在這邊 你可以感覺到 這裡住皇宮 真正的感覺 那如果 你想住的話 你在下方 如果你有來住的話 在下方跟我說一聲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飯店 真的 這真的很酷 那我們這裡是亞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 叫醒 說 說 說 слово sait ош 叫